出生在台湾的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林友诗 在青岛出席年度两岸关系研讨会期间接受采访 谈到民进党推动的台独史观 他认为两岸问题是上层建筑之间的对抗 要通过行使司法 军事等管辖权进行有效管制 统一行动 无需与台独势力在低层悬谋打权 林友诗接受专访说 民进党推动的所谓台独史观工程 第一个目的就是破坏历史脉络 提倡的是道德虚无主义 这个台独史观就是从纵向和横向 都使得我们的中华传统伦理 中国的历史脉络断裂 然后同时它又植入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比如说台湾的七种血统论 原住民论 还有荷兰人 日本人等等的这种合法性 那么在这样子一种混乱打磨当中 台湾的年轻一代他自然他的认同就是非常的零散 在民进党当局推动台独史观工程时 大陆坚持要通过两岸民间交流 主导两岸关系的良性发展 林友诗认为大陆的出发点还是马克思主义的 通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 但是两岸之间的对抗应该是更直接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对抗 他呼吁要避开民进党当局所谓台独史观工程 通过对台湾地区行使司法外交管辖权 让台湾民众感受到大陆方面的管制力 我们不需要和台独在低的层次悬谋打圈 我们应该用自己的强项 比如说我们在外交上的发言权和影响力 还有我们在这个管辖权上面的这种有效的管制 而不断地向台湾那里推进 其实这也就是在统一之中了 统一并不是一个谈判或是一次的武力斗争的终局结果 也有大陆学者持有类似观点 认为夏津水域今年2月14号撞传事故之后的管制模式 要进一步加强范围也要不断扩大 台湾岛本身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中国的海警 中国的军舰 中国的解放军 在这个区域加强进行管理也是必要的 也是维护和平持续的一个重要的体现 我相信这样的现象在台独势力嚣张的一个背景下 我们会加大力度加强管理 学者强调破除台独史观需要不断有动作表现 包括军事经济法治等手段持续发力 始终保持警觉性 凤凤卫视 霍卫委委后运 山东青岛报道